上次到府上拜访 您不是已经默许了吗 没有的事 你一定是误解了 老天爷作证 我敬仰伊兰小姐愿意为您奉献出一切 这一丝 我上次在府上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 恐怕你只不过是想用高昂的代价收买我收买汉元 最终要收买的是英格兰林氏家族的这块招牌 不不 伊兰小姐 您太冤枉我了 完全误解了我对您的一片赤心 你就是这个目的 我和爹地非常珍视自己的姓氏 但是从来没把它看作是金钱和财富 可是在你眼里 它不仅是财富 而且还是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 它一旦落入你手 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会为你赢得一本万利的收获 走 站住 就算你说的没错 那又怎么样 你们汉元缺少的 正是我持时富有的 我们互通有五两全其美 这有什么不好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但是我并不愿意出卖我自己 虽然我不能为林氏家族增添荣誉 我也不能损害他 不能把它当商品去出卖 伊兰小姐 池先生 你已经得到我的答复了 不必再说了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了 不 我还想打扰你一次 池先生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可说吗 有 不多 只有一句话 不错 老实说我要收买的就是汉元老头子的那块金字招牌 而不是你 什么林氏家族 故乡英格兰 同你好无关系 池先生 你胡说什么 走开 你好像留点阴德吧你 走开 伊兰 我本来我是想给你留点面子 可你偏偏不识抬举 好啊 你做厨艺我做十五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你没看看你算什么东西 冒充英格兰小姐 你 齐莫欢 你 我 我怎么了 我齐莫欢比你高贵的多 不要说在英国人里面就是在华人里面你都是最低贱的 一个码头上臭苦力的女儿 你胡说 我胡说 放开 十四年前 易先生 一个杀不死的逃犯在这儿冲什么好汉 给我走开 我懒得和你这种人理论 一兰小姐 我们走 小姐 她算什么小姐 一个臭苦力的女儿 一个剑种改名幻性冲起了小姐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你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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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烦了 给我往死里打 住手 这是洋人的地方 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少废话 给我往死里打 打 咱们回这儿 没事 少爷 叶兰小姐 叶兰 小姐 小姐 是不是刚才那个中国人在行凶了 不是不是 我们家小姐有点头晕 不需要我帮忙吗 没事 不用了 好吧 走 小姐 叶兰 小姐 放下 小姐 这不是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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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坤叔 你是汉月的老管家了 我们家里的事你肯定都知道 坤叔 你怎么不回答我 告诉我坤叔 是梦幻说的都是真的吗 坤叔 行 这确实是真的 应该说不得了 是 我坤叔 是 可是 我坤叔 超延 我是 你来 我愛你